大家好,我是基德 这几个月英国政界有多热闹 大家都听说了吧 7月,前前首相鲍里斯顶着新冠开趴 心腹性骚扰男同事玩崩 众判情理,被迫辞职 10月20号,前首相特拉斯商人四路五天 疯狂减税把英国经济拖入危机 被迫辞职,创了个在位时间最短记录 24号,英国历史上首个印度裔首相苏纳克上位 天将伟人,反向殖民,拯救大印 这位年仅42岁的苏老哥 祖籍是印度,长得也印度,纯印度型 但他父母都早早已到了东非 同时自己生于英国,长于英国 温切斯特中学,牛津,高盛 从来上随便提出这个观念词出来 谁看到都得高呼一声白人精英 更精英的是他老婆 印度版比尔盖茨的女儿 夫妻两财富加起来7.3亿英镑 也就相当于现任英国国王和王后总资产的两倍多点吧 早就是上德人的形状了 不过也还好 苏纳克后来在伦敦还是响应了祖先的呼唤 成为一名光荣的印度教教徒 又和印度有了那么一丝关系 各位再看英国这几年 16年公投脱欧后政治动荡的伤疤还没好 19年新冠又加速了经济下行 消费品价格从21年开始一路上涨 大毛小毛开打之后 英国还面对地缘政治问题 9月英镑对美元跌至1985年来最低水平 同期标志型人物伊丽莎白儿时去世 马上冬天一直在处理能源问题 此臣危及存亡之秋野 首相之伟竟无一人可当 此时退聚小苏上台 到底是认定他是拯救大云水火的天教猛男 还是高层政治博弈后的最终妥协 亦或是给前两位首相擦屁股的背锅侠呢 今天这期视频就带大家走进 新首相苏纳克的励志生涯 他和鲍里斯特拉斯的爱恨情仇 以及银马拉的 我先去查小苏的履历 苏纳克1980年 诞生在一个润到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医生母亲药剂师 他在英国顶级中学温切斯特读完书之后 去了牛津读政经浙 0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拿下世界顶尖奖学金 福布莱特奖 堪称小镇作题家王中王 毕业后顺着老本行 小苏搞了十几年投资分析 14年直接杀进政坛 19年老包在任时 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 苏纳克 鲍里斯最喜欢的部长 有望获得新工作 这攀升速度 堪称电竞圈的王思聪 宿舍圈的王源 动物圈的小马珍珠 那苏纳克到底是怎么从 岌岌无名变成老包得意门徒的呢 他主要做两件事 一捧臭脚 二拍马屁 19年英国大选 在老包代表保守党选举的关键时刻 小苏和另外两个人 联合在台湖时报写小作文 标题 保守党身陷危险 唯有鲍里斯约翰逊才能拯救 其次 小苏和老包一样 都是非常强硬的脱欧派 拖的老包都觉得有点硬 很自然的 老包当选后 立马倾听小苏 做财政部首席秘书 相当于财政二把手 很自然的 20年2月 老包改组内阁 又把小苏提拔为一把手 英国财政大臣 很自然的 小苏刚上台 就要直面新冠危机 20年3月 小苏推出大撒币计划 承诺企业只要他们不开除人 将由政府付80%的公司 每人上限2500英镑 新闻里 苏纳克对老板们说 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 支持你们 我也要求你们尽最大努力 支持工人 英国人民看到破大房 他真的 我酷死 当年7月 英国数据公司发表文章说 苏纳克是15年来 最受欢迎的财政大臣 看着曲线走向 简直是时间短短 民意满满 但是 我仔细一看 发现不对 今年7月 老包因为疫情封控期间 半生日趴 英国特色性丑闻等事件 被迫辞职之后 看着小苏这人气 不得选他接任首相吗 怎么又杀出了一个特拉斯女士呢 接着查 原来 小苏确实也参加了9月的首相选举 但以6万对8万票 败给了拉姐 不过 这次选举和英国人民倒没什么关系 老包是意外下台 只需要在保守党里面 重新选个大哥 就可以直接做首相 换句话说 小苏和拉姐的对决 其实是保守党内部势力斗争 那保守党 为什么不支持小苏呢 一是因为老包 7月老包心腹高层 爆出性丑闻 名声有点臭 小苏是带头辞职 第一批溜的 然后每日邮报就扒出来 去年年底 小苏就注册了竞选网站 这在老包的知识者眼里 你小子野心大得很 早有预谋什么 忘了你捧臭脚的时候吗 对得起老包的提拔吗 先手是一波选票 二是 小苏实在太有钱 名列今年英国富豪榜 第222位 有人考古出来 他21岁还拍过一段 BBC纪录片 说自己有贵族朋友 有上流社会的朋友 有工人阶级的 呃 没有工人阶级 这段被拿出来 大叔特殊成分不纯 再加上一系列表明 小苏和广大老苦人民群众 脱节的新闻 弥漫出一股 选小苏就等于 背叛工人阶级的气氛 后手又是一波选票 当然 扯这些都是虚的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利益 小苏和竞争对手 拉姐的经济主张 完全不一样 小苏比较稳健 他觉得 今年英国通胀率 都创下40年来新高 达到9.4%了 那首要任务 肯定是控制通货膨胀 减税什么的 往后稍少 等经济稳定再说 结果被自己老上司 上任财政部长 带一波节奏 说小苏的经济政策 会把英国变成 高水收低增长的经济体 说人话就是 有点怂 而拉姐就不管那么多 竞选时自信满满 化身经济学董姐 承诺上台第一天 就给大家减税 还会制定全新的 可靠的计划 刺激经济增长 刺激就完事了 我上次听到 这么完美的 经济刺激计划 还是开会时 就同跟我描述 公司的未来发展 到时候先卖保时捷 再卖法拉利 反正听到 拉姐脸皮这么厚 财政部长出身的小苏 当场就绷不住了 在电视辩论赛上 拐着弯说 拉姐的政策属于 幻想经济学 但架不住 保守党员爱听 觉得还有这种好事 那就试试呗 框框给拉姐打头 反正经济学是个选学 失败了 也不用我背过 那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拉姐成功上位 画饼确实有用 拉姐一上台 立马雷厉风行地宣布 爆炸性减税计划 爆炸到什么地步呢 一宣布都还谈不上实施 金融市场两脚一软 英镑对美元跌至 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 财政部长内政部长 被迫离职 民间舆论爆炸 有东西小姐要问了 减税不是好事吗 怎么搞人这样 因为她减的是 夫人的税 比如有一条 是从2023年4月起 取消英格兰威尔士和 北爱尔兰最高收入者 45%的附加所得税 说人话就是 本来年收入超过 15万英镑的人 要交45%的附加税 但以后就不用交了 不装了 摊牌了 纯纯给夫人减税 大家一起割那些 外地移民劳工的韭菜 拉姐还说了 从今年11月起 取消国民保险 1.25%的涨幅 说人话就是 少交社保 但这事也不简单 首先 这个1.25%是 小苏4月份 担任财政大城市 涨的 目的是从 富人口袋里 多掏钱 填补因为 新冠纾困计划 造成的财政亏空 按照小苏的算法 你每周 赚242银银以下 就不用交 赚242到 967区间的 交13.25% 再多就还要 交3.25% 尚不封顶 总之 赚的越多 交的越多 大家看这张图 如果拉姐 再把涨幅这么一取消 假定你年收10万银银 能省下来 1000块钱 那 穷人能愿意吗 迂回了半天 又要给有钱人减税 更厉弗的是 拉姐政府摊牌 涨幅取消后 如果公民保险 亏空了 那么会用 政府一般性的税收 来补贴 政府税收哪里来的 不还是大家的钱 什么截平继扶 再看这张图 取消附加税和涨幅 这两个计划 如果放到一起 年收入20万的人 能直接省下5000多 爽歪歪 所以拉姐那边 兴高采了一圈步 这边专注求问的慈善机构 第一个人不聊 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的 首席经济学家利贝卡说 英国今年冬天 将会有数百万人 在经济上非常困难 而这些人 不得不看着财政大臣 为那些生活更好的人 减税 简直是斯里兰卡高 有机种植 伊拉克 盖空中花园 但把贫富差距拉大 并不是拉姐减税计划 失败的唯一原因 还有显而易见的 比如你是跟民众少收钱了 但是你政府支出减少了吗 福利减少了吗 有钱人割肉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少收的这份钱谁出呢 没人出的话 你政府就要通过发行国债借钱 累积债务 政府债务一多 就会干各种骚操作 硬点钞什么的 那投资者闻着胃 就觉得英国经济 可能不太稳定了吧 做空一波英镑 英镑没人要就贬值 那物价上涨 你英国老百姓生活成本 什么就增加了呢 不如我瞎说 大家看英国物价指数CPI 今年这几个月飙到10%了 40年来最高水平 通胀的厉害 但是大家放心 这期不是国家崩溃系列 跟那些小国不同 拉姐灾难性的减税 被各方紧急干预 及时刹车 所以大一目前还算是稳住了 就是在外面狠狠丢了面子 让拜登都给装到了 11月16号 拜登在冰激凌店接受采访 说 我是不同意对超级富豪减税的政策 但这是英国的决定 我没办法 然后19号 拉姐在被要求下台时还嘴硬 说我是斗舍 不是逃兵 强势装了一步 演技拉满 努力不让人看到她内心的恐慌 结果第二天还是没帮助 狼狈宣布辞职 答应成为国际小料 英国人也觉得丢人 老包和拉姐所在的保守党 民众支持率一跌再跌 老冤家共党的领袖 基尔斯塔莫 抓住机会说 这可不是保守党高层在演英剧啊 他真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声誉 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 不要再让保守党在英国做实验了 立即马上 现在就得大选 不停给英国人上演要 但问题是 拉姐下台 依然可以直接在保守党里选大哥当首相 那现在就尴尬了 候选人有刚带着老婆孩子从度假中匆忙返回 积极备选的老包 有万年小透明 多次陪跑的莫道特 以及翻牌跳远家 早就查杀拉姐侍郎 说拉姐经济政策 制定拉的小苏 请问这三人你仅会给谁 毫无疑问 保守党和我们都选小苏 老包和莫道特连基础的选票门槛都达不到 情况不瞄 自己退了 印度纯学无师 上任英国魔法部部长 英国人还不知道 世袭是由印度人第一时间高兴坏了 新德里电视台 NDTV报道 印度之子在大英帝国 冉冉升起 殖民历史重演 反的 我操我这范译 性打牙 那么 小苏上任三把火 他稳健型的经济政策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还有待观察 不过外交上的 我已经从这两天的新闻里 看到一点苗头了 你们看啊 25号他和拜登打了个电话 提到三个重点 一 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这个不意外 脱欧之后 英国只能和美国联手 二 华盛顿将中国视为世界舞台上 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对手 这也不意外 三 英美将联手对抗中国 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 哎 小苏为什么这么激进勇敢的去战队呢 差下成分 哦 印度血统 带着大英报销阻地了说一事 开个玩笑 其实就仅从这几年经济下滑的 英国自己出发 民众闹起来 他们想解决问题 首相选来选去 也无非就是让不同的人 转移不同的矛盾 英国这情况 内部矛盾找了也没法动 只能找外部矛盾 那现在是文明社会 不能跟以前一样 没事找其他欧洲国家打一架了 咋办呢 欧洲最近跟中国没来眼去的 发展成最大贸易伙伴 那可不得是他吗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新闻类写的比较急 履一遍英国换首相的基本逻辑 后续如果这个国家也崩溃了 我们还能放到崩溃系列再做一集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